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豆豆龍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來跟新手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很多人啊 他會不知道有哪些有釣魚點 然後我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釣魚點 這個就是大家不知道的 在這個家具店後面 這個就是深海 這邊的話之前我有在這邊釣到藍 那個虎金啊 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那個釣魚點 就是 我在這邊之前有釣到虎金 就是這一隻 這隻我是在這邊釣到的 我記得他好像距離 那時候我是過來我是從這邊 然後面對這邊 這邊這個方向釣到的 雖然他有時候大家都贊同一個點 可是就是 他這個點啊 就是 有時候他面對方向不一樣 有時候釣到的大小會不一樣 這邊有一個人在這邊練習甩乾 這個點就是這個深海 這邊也可以往這邊裡面釣喔 真的假的 這是怎樣 哇靠 這是什麼秘密釣點 這邊我還倒是沒有在這邊釣過 然後現在這個下一個點這邊就是屬於海岸 如果說 早上 早上如果說想要釣那種海龜的話 他現在其實時間都有出來了 像海龜的話他在這邊他是白天的岸邊 10到20分鐘 限時喔 限時喔 是限時的10到20分鐘 然後要白天 當然也有人會講說這個手機點開的話 是要在早上這個時候比較容易釣到 但是因為我還沒有釣到過 所以我也沒有 也不知道是真來假的 對啊 這邊都是屬於到這邊到這邊都是屬於海岸邊 像這個船啊都是屬於遊艇 這些船啊 我一開始不知道 然後我都 都以為要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在這邊 如果站在這邊 釣那個魚竿的話 他會甩不出去 會被這個 船的旁邊給擋住 像這時候就要跳出來 站在船邊上這樣就可以釣了 像這邊就是屬於遊艇的部分 這邊每艘船都可以站 然後我自己最喜歡的釣點是這個地方 這邊我有釣過那個 那個 抹箱啦 我抹箱就在這邊釣的 然後他是30到35分 我那時候釣到抹箱的話 是在35分的時候釣到的 然後那個要在晚上 就是遊戲中的晚上這樣子 啊我那時候喜歡站的這個釣點 是比較偏向這個地方 我是這個方向才釣到的 這個 這方向釣到的 好我們接下來去下一個釣點 這個就是 之前我一直想要釣藍金的地方 可是沒有釣到 然後 這個就是燈塔 雖然他們現在都有觀眾跟我講說 燈塔是在這個 這兩個地點比較容易釣到 有三個啦 他們是有講三個 一個是站在這邊釣 然後面向這裡 這是第一個釣點 然後他們說藍金的話 有第二個釣點是這個方向 然後還有人是跟我講說 他們是站在這邊 第三個釣點這邊釣到的 如果有興趣的小夥伴可以來實測看看 好